繼續來看這輛 就像那輛車 稍微看去駕到 啟到 竟然讓打到大學一年的南學生 開車開到 臺灣台東到荒南路口的時候 去駕到一台 超級的拋車 大學生隨著路車來回失禮 對方不接受 沒打勁 又當手來打人 打到頭上來出火 五歲的名字飛仙 現在人分不來 又在便宜的急救 他的媽媽是氣氛的傷心 說如果是年輕人沒帶過來 他也不知道要怎麼滑下去 這個大小的老婆說 如果是年輕人沒辦法精神 他也不知道要怎麼滑下去了 他現在想不到年輕人 塞車跟朋友出門 在台中 臺灣 台東到荒南路口 要換車就去駕到一台 麥莎拉底 這個南大學生有路車跟他回失禮 不過對方打算盪胸 希望有過路人可以出來做證 終於打通的時候 我本來還以為是詐騙集團 因為同學一直叫我帶很多錢過去 求我趕快帶很多錢過去 為行車去下去 可以看到一堂人在打這個南大學生 車來電話 但是對方又有協議說 不行 不可以接 過路人看到了 冠軍不見 等起來 當時可以接電話 是這個南大學生 也已經比打通在地 六分到七分 但是問題我們現在有用那個鎮定劑 在控制 因為他一醒過來 他就會很躁動 給他持續的在控制他的腦牙 比打的細頌的南大學生 十八歲是風格大學 印年的新生 有三名歐山打到頭骨頭 有疲勁 那我們就把三位全部通知回來 因為警方調查 打人的三個女生 是以生中的嫌犯為主 是他們老婆的無歐幫的背景 其中兩人住在台中 一個住在南大 已經依照三人未遂風來的地方 強迫以及上海頂頂的罪嫌 以上台中地檢視